财政部张部长以及我们财政部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先进 部长我想让你喝一杯水再起来 要喝一杯 这非常不卫生 中午还在这个没效果 来请 这样子 待会我们等到 请 这个邱委员 邱志伟委员 李委员 请完以后我们休息十分钟 李委员 对了 谢谢主席 这样比较人道 比较符合公共卫生 政务官的身体要照顾 大家变成这样 部长 在这个一个礼拜里面 会占用你最多的时间 在大概会是什么事情 就是财政部的公务 然后院里的院会 然后就财政部的业务里面 在你整个施政报告 今天早上 主席给你很充分的时间 一般很少这么充分的时间给你报告 在你所有报告的事项里面 你认为未来一个礼拜 就想下个礼拜好了 你会占用你最多的时间 是哪一件事情 下个礼拜我想应该就是公债法会占用我最多时间 因为院里就要开始讨论了 对 所以你在上一次院长的参会里面 你就讲三个嘛 三个里面其中当然是一个就是 一个公债法 财化法 一个所得税法 一个所得税 是是 所得税相对简单 单纯了 是是 所以我们就不讲那个 所以就这个两个法 应该会占用你很多时间 你同意吗 是 公债法会比较多了 对 我的意思就是既然这两个是你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你今天早上好像很平均的 把所有的事项都处理 我个人是建议啦 部长你现在就不一样了 很多事情是 市长以下可以协助相关的那些其他业务 应该这两个 两个业务应该要占你很多的时间 沟通说服 是 你认为正所税上个会期啊 你算是来收尾 正所税的推动比较困难呢 还是财化法的推动会比较困难 应该是财化法会很困难 因为财化法它是分饼的问题啦 那分饼当然大家就认为它比较小块 财化法 所以你认为财 应该会比较困难 正所税 证件交易所得税上会期 经过历经二十几年的分争 经过一个部长的牺牲 经过很多很多的造成股市的动荡 造成大家对经济财经内阁的没有信心 你认为正所税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正所税我们把它影响冲击啊 说到最小 只割一万人 所以后来大家就接受了 就等于没有割到正所税 没有就是往公平往前 我卖进一步 我这个只是在提醒 财政收入划分法 你如果认为它比正所税困难 那你就应该用比他更多的时间 而且这是所有的地方的首长 都急切不分难律 非常急切于这个问题 正所税不简单 财化法更困难 我们应该是这样来看待 既然这样的话 上个会期 刘部长一开始是毛主权力 那后面你还在收尾 你们两位前后任的部长 都一起处理 甚至惊动了院长和总统 才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财政收入划分法 所以我是提醒部长 就这个部分要用多时间 把它当成重点 应该日夜以这个推动 因为我在院带过了 认为没有这样做的话 事情就是又拖过去 你会不会认为 这个是你任内要完成的事情 你预计的期限是多久 我预计的期限 推动财政收入划分法 你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立法 我希望这个会期 那公债法什么时候要完成 一样 这是两个一起的 我们希望这个在留下国会记录 希望给自己一个压力 就这个财政收入划分法 你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财政收入划分法 你的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几个 我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 前面三个就好 前面三个 第一个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裁员 我们释出中央 用97年标准算 释出980而已 第二个 我们增加财政努力的机制 地方财政有努力的分配款 多给他一点 第三个财政纪律 我们要强制 好 非常好 我赞同 那就第一个 时间的关系 只请教第一个 增加地方的 中共拥重了几个下 所以某种程度 一定要 要就这个 所谓缩短 城乡差距 这一点你赞同吗 是 你赞同吗 赞同 这个财政的收入 第一个委员 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分配的公式 我们会把这些重要的权数放进去 像人口面积工商加速 一些放进去 第二个财政努力 如果他跟自己比较 我增加了自身财员了 这个要分配 财政努力 财政的CP 都是合在一起 就这个工商的加速这一点 这个就云林县来讲 就特别的有意见 这样的一个农业县 它的工商加速不多 用营业额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 这营业有 不可以说公司在台北 是 工程在那 所有四百六十几亿都在 中央政府说过来 地方所以 不是 厂商也是这样认为 是 地方的人士这样认为 生亡有 生亡都没有 房亡有生亡都没有 这真糙漏的一句话 但是道进了 地方民众的心声 他没有感受到这个产业到这边有什么 有什么贡献 所以那个当然在很多方面 包括这个环保的问题 这都是需要去处理的 地方的消防的问题 消防设备不足 你没有钱嘛 买个消防车要打 这个怕会的报告 那所相关的 相关的检验 一阵臭味 爆煤有臭味过来 没有办法去抽查 这些都需要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力物力嘛 所以这一点 是不是这个部长 就营业有的部分 能够列入这个考虑 是是 我们在 那个 订定那个公事的部分 我们会提地方财政所长 谢谢 另外 另外就是所谓的土地增值税这个部分 像台北市 这个台北市的繁荣 当然是整个国家投注很多的心血共同造成的 所以他的土地增值税一定是比较高 然后木地区的土地增值税一定比较低 假设这样讲 一个笼统的想法 土地增值税是不是也可以纳入相关的统统分配款 在一定的层数 委员这就是 你的总额没有增加的话 你怎么去让地方的去增加 委员一个税一个税来讲 当然都很可以讨论 目前我们改的方向就是说 增加给地方982 但是所得税有调整 营业税调整 遗产税调整 土地增值税也有调整 好 如果这些都有注意到处理到 我认为多少就你那个第一项政策目标 可以应该可以达到 可以达到 谢谢 那就财务化法 因为需要相当大努力 而且很有机会 因为朝野都认为 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立法法案 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就公债法 你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公债法 第一个 配合六都 就五都加桃园县准值税 配合六都的改制 因为这个债线已经完全不能用了 所以配合六都改制 调整债线 那第二个嘛 也就是加上财政公债资讯的揭露 另外呢 公债的预警制度 所以你快到破表了 到九成了 我们叫预警 另外呢 破表以后 事后的管制 大概事前的预警 事后的管制 大概就是四个 这个预警的部分 刚刚林嘉隆委员的相关的咨询 我在向院长 陈院长上个会期 总咨询 那时候还是刘部长的事 我也一样的把那个秀在那个 大荧幕上面 那 部长你说你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 以美国做一个例子 因为美国动作都是treeing的 要么就deficit 要么就suppress 因为它经济体大 我很讶异 所以希望你今天回去看一下 我认为那个 网路现在 这个这么发达 那网路的资讯是 每一秒钟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是动态的 至少是可以让我们参佐 尤其在欧债这个危机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 这件事情的警觉性都很高 我认为这个是 你头刚才说 不要再花太多钱 在不花很多钱的状况下 其实这可以让全民 都可以注意到这件事情 这不是不能做的 我希望细节就不谈了 是是 我们希望这个来努力了 是 另外就是说 让这个县市政府 提高这个所谓的 这个财政纪律 你有想过什么方法 就是 如果说他 他如果有 比如说他 增加税收啦 这样你会提高 对他的相关的一个协助之外 这是正面的 财政努力 这是正面的 负面的 主罚性有哪些 对 第一个要强制反本 就是说 卫厂预有 我们每年规定一个比例 要强制反本 那第二个 给你 破表的时候 要管制 统筹分配税款 我们延缓给你要管制 好 这个细节 时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财政部继续努力了 那过去15年 刚刚你在这个 一开始的报告里面 相关的财政收支 今年大概还缺两千 六七百亿吧 是 那 显然过去几年 我们都负债 过去15年 因为你在财政部 非常的久 我们在哪些年 曾经达到这个财政平衡 甚至有 有盈余 对 大概86年 87年 是盈余的 大概93年 94年 是 大概 差不多 没有盈余 也是赤字 那两百亿 三百亿之间的 那其他的都是赤字 这个部长 没错 因为这个手头没有资料 这个不追究 不去细究了 我给你分享一下 87年 是盈余一千六百多亿 88年是盈余六百四七亿 那剩下大概都负的 是两千亿 那么95年 一百六十六亿 你讲一两百 就是印象还不错 96年是盈余八百三十四亿 97年又两百多亿 当然 你说我出去 不要紧 那么多事情 所以说 能够达到这个平衡 这是有机会的吗 要共同 大家要努力 要很努力 要很努力 当然 过去也有这个世界的金融危机 都有的了 所以这个部分 你愿意变成立为你的 一个努力的目标 多久 比如说三年内 这个马总统的任期里面 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做一个部长 做一个就这个部分的主折的部长 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所以像每一个会议的场合 我都在讲 不管是金长门的支出 或者是公共建设的支出 我都一直讲 我因为提醒 我已经站到同仁的时间 最后一句话 因为那时有经济母 你刚刚讲 我们有很多土地 台北市像一个漂亮的小姐 但是有些地方 这么兼华的土地 兼建会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 有一万多平方公尺的闲置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有没有同仁给你报告 我在上上礼拜啊 就这个部分媒体 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揭露这件事情 有一万多平 一万多平方公尺 价值四十一亿 如果收资金就会收很多 任他在那边好像破布 破破烂烂的一个 美丽的衣服上面就快破布 补丁在那地方 能不能改正一下 竞速改正一下 身材之道有很多嘛 有有有 我们国产级已经在把 所有闲置的土地 或者可供开发的土地 这样好不好 台北市这么价值的东西 优先顺序 这就是我一开始提醒你的 你的时间分配要有优先顺序 今天我是有一点担心 那另外就是 类似这样的 非常有价值的土地 这么贵重的土地 优先处理 我们希望在一个月里面 希望本席希望能够看到 财政部大概的方向 要怎么处置这些土地 这样好不好 没困难 我不是叫你说 山林地都要处理嘛 这几块这么有价值的东西 先处理嘛 优先顺序 我看这个过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接着请邱智为委员